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! 点评专业有态度,真诚有温度,王一波华彩少年在展高情商春节前期,就已经录着完毕的华彩少年,作为最懂事的一档栏目,一次次给其他节目让路,在观众朋友们的苦等之下,虽然姗姗来迟,索性不负众望,终于盼来了少年们的精彩展现,华彩上线官王一波不如使命,专业又有态度的点评,真诚又有温度的表现, 让观众再一次见识到他的专业素养与情商的体现,通过几期节目可以看得出来,年纪轻轻的王一波,带给人的感觉十分成熟,稳重, 不管是台上与嘉宾以来我往的交流探讨,还是以参赛的少年们的点评互动都,彬彬有礼,表达落落大方,对节目的点评认真,诚恳专业,负责,无论现代的舞蹈音乐,还是传统的戏曲都有独到的见解,统计投票数一丝不苟,生怕错数一票,影响选手排名, 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,王一波向来不含糊,也绝不敷衍,给予认真对待,在选手们表演时认真做笔记, 从上年们表演的内容,编排以及舞蹈的展现,进行细性,可观,专业的点评,并根据每位选手不同的特质,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, 这就是王一波的态度,既然来做上线官,就要认真负责,共同发现问题,大家一起进度, 这让专业导师王沛瑜都大赞好认真,好严格,在小湘玉老师要求,身为河南人的王一波来一段预计时, 因为本身没有涉猎过这个领域,可以看得出当时他很为难,他深知没有经过专业训练,现场表演这段专业性极强的, 莫贵英挂帅一定表现得不好,而他又是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,要做就要做到极致, 所以他文婉地向老师表示一定好好学习,下次唱给老师听,领下了份作业, 这样的回答技没有让自己难堪,也很尊重老师,尊重艺术,当学员们要求他模仿一些简单的片段时, 因为深知自己有把握,所以会很痛快地答应,并将其完美地演绎出来, 对待主持人提出的一些刁钻的问题,也总是能巧妙地化解,既不会博了提问者的面子, 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,在节目中一次又一次用他的情商化解了尴尬的难题, 在选手们表演完毕,接受导师的意见与建议时,他们表达了对家人的感声及愧疚, 家人这个词戳中了黄子涛的痛点,在节目中真性情的黄子涛也谈及了自己的父亲, 这段讲述过程不仅让观众眼泛泪花,一堂的一搏有鱼有着, 从小离开父母,只身前往一国他乡学习的经历,不由得也听得红了眼睛, 但是他快速地从悲伤的情绪中抽离出来,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, 他并没有被内心的波澜影响到自己的专业判断,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保持专注力, 扁平选手的时候不被情绪左右,不管气氛多令人共情, 他都保持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跟态度,以专业的水准, 给予了选手们整个表演专业且独到的见解, 从整期节目中可以看到王一博的成长, 曾经青涩的不喜言语的一博,现在越发自信,散发着光芒, 真诚又有温度,专业又有态度,同情但不煽情,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,王一博他做到了, 推爆原来是花明,王一博却凭一己之力, 带火了洛阳牡丹,洛阳素有牡丹城之称, 古有花开时结冻金城之说, 如今因为王一博的原因,让这座古城再度民生四起, 毕竟人红了,就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代言啊, 这是一座历史古都,民生早已深入人心, 如今因为王一博的原因,我们更是对其钟爱有加, 阳春四月是牡丹盛开的季节, 王一博亲自为自己的家乡牡丹做宣传, 此消息一出,便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, 结果这一注意,就让人收获满满, 只能说王一博的粉丝果然不同反响, 都是一群人间的小妖精哦, 没事就喜欢爬拉着玩的节奏, 毕竟王一博刚出道,有着白牡丹的春火哦, 想起来,对于王一博而言, 是最不想提及的黑历史一般, 因为他如今认定自己是黑豹,是酷盖, 才不要什么白牡丹呢? 都说经不起网友的火眼睛睛, 在众人都沉浸于, 王一博安利的洛阳牡丹文化节中的时候, 有人无意间却忙着采购牡丹苗, 准备自己也种植一番, 毕竟牡丹是象征着富贵吉祥的寓意, 也是咱们中国的国花,自己亲自种植栽培, 必然更是有意义, 结果呢,在雪苗的过程中, 品种繁多,让人眼花缭乱, 却唯独一个名字让人惊叹不已, 原来就是这么的神奇, 原来牡丹中有一个特别的品种叫黑豹, 这真是特别的缘分啊, 王一博估计也会大吃一惊吧, 整日喊着黑豹, 结果终究还是沦为了一株花明, 突然有点心疼这个孩子了, 开玩笑了哈, 不喜欢别人喊自己白牡丹, 结果起了个霸气的名字, 黑豹, 没想到还是牡丹名, 王一博, 这个怨不得别人,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, 这可把王一博的粉丝们给恶坏了, 瞬间网上读黑豹这款牡丹苗卖的爆火了起来, 更是让需要店铺卖断货的节奏, 摩托小区的居民最近钟爱气养花了, 又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操作, 突然不玩机车, 开始修身阳性了吗? 不是都挺懒的吗? 怎么又精神起来养花了吗? 试问, 继香菜之后, 王后见王一博, 人人都抱着黑牡丹来看他嘛, 所有洛阳指柜之说, 这次又来了洛阳牡丹卖断货的节奏, 不得不佩服这群粉丝的热情, 都说粉随正主, 如同杨越所说, 粉丝的构成, 是用偶像的性格与人格筛选出来的, 王一博的品性是一个内心狂热, 外在不张扬的存在, 他的粉丝也多数属于内秀的存在, 内在实力是在, 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, 总想问一下, 你们这般沙雕操作, 王一博私下, 难道也是这个样子吗? 估计也是这么个情况吧, 整天想对自己粉丝说, 我是酷盖, 结果镜头前总是哭不起来, 一笑就破功, 对着粉丝喊, 我是黑豹, 不是猫, 结果都是猫科动物, 是的你是小豹子, 刚断奶的那种, 有点萌而已, 不想让人提自己的白牡丹的称呼, 结果冥冥之中却让黑豹出圈了, 终究逃不出这个花名, 王一博的无奈, 总是自带滤镜, 有点可爱, 还有点好笑, 没事, 等几年后, 你长大了, 也会觉得自己挺搞笑的, 吃瓜不停, 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,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,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 拜拜。